文文 你就拿着吧 我挑好友才给你的 你拿着吧 你就拿着吧 我不要 我真的把你挑好 你别再来骚扰我了 文文 文文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这位是 你是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文文男朋友 请问你是哪位 男朋友 没有 没听他说过呀 欠了 你别误会啊 跟他就是同学 没关系 我相信你 咱们走吧 时间会来不及了 谁呀 慢点啊 我再来 评讯一个人 我怎么知道 你那怎么办 我不是 但是能有同学 这不容易 你怎么办 你得了 你现在就别多了 这么贵的生日礼物忘退了 你家也有钱吗 还行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什么都有一点吧 商场啊 酒店 煤矿什么的 我妈一直不想让我学医 估计是想让我回去挖煤去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富二代 那可不 走 去哪儿 三极星市场 那么多远啊 二十公里 端程还来回啊 来程 我明天还是不开车 好了 好了 去吧 但是我不想跟你分开 好了 好了 过两天不就又见面了吗 对了 下次见面的时候 记得给我把那个武警号拿下 不行 我现在一想到武警号 就能闻到一股蒜闻 你怎么身上一股蒜闻啊 我今天也腌散了 再不走就晚了 去吧 那我走了 去吧 路上小心啊 拜拜 拜拜 别太不怕了 爷爷 咱俩 你 谢谢 干吗呀 下次记得帮海飞开车门 我坐在里面啊 所以你应该要让他先上车呀 你们做我们一生这么多规矩 这不是规矩 这是一个陈述男人的自我修养好吧 拜拜 志宇 拜拜 等会儿帮我提起来东西啊 我一会儿还要去接文师呢 他不是有男朋友吗 你还没放弃啊 怎么了 请问那个 好像是文师啊 走 过去看看 是吗 说实话 真难道没你长得帅啊 天涯何处如芳草啊 万事你要往好处想 你看啊 你喜欢的人 过得这么开心 这么幸福 你是不是应该为他感到开心啊 我不开心 那咱们换条思路 你看啊 大学恋爱 那肯定是要分手的 迟早的事 到时候你再趁虚而入 你会开车吗 我有驾照 但没有上过路 要不你开吧 我有点不舒服 我 我 神经病 会不会开车啊 你 油门踩中了 我轻点 韩非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啊 你是不是抛弃吴静昊了 你是不是抛弃吴静昊了 这是假的 我跟白志宇从来没拍过这种照片 我跟白志宇从来没拍过这种照片 他不会删的 发这种照片的人 他肯定不会删的 他肯定不会删的 这个轻轻渐渐 该不会是杨亮亮吧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看这吴静昊 头顶是不是有道绿光 你说他看这啥啥的 会不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说实在话 我其实挺羡慕韩非的 你说才大一 还就脚踩两只床 我都大三了 还没男朋友 我也想有这样的手段 来 戴上 这音乐好听 好 同学 图书馆是用来学习的 不是用来教舌根的 就是因为这样 把时间花在了道听图书 和一些没有根据的八卦上 你们的英语四季 才会到大三都没有过 一四季考试没有多少时间了 有这功夫 多别在这边 多得多得 多得多ade 嘻 谢谢观看